第一,我没有统计 我没有这个数字 我们讲的,很多时候都是从研究里面出 我个人的感受 很多时候我听过有些老板 他说我请伙计 一看地址,这些屋邨仔 请的,分高点的 这些屋邨仔,打拼 如果是说这个… 半山 半山,不可以抹杀半山也有很勤力的人 对,绝对是 所以有些老板请人 觉得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会拼搏一点 反而我会觉得 其实好像你所说 不是完全看上背景 反而要看我们家庭的价值观 林派也说过 其实你不要… 因为我带我的小朋友去食物当劳 问他你吃什么 有几个 有两个人说我会选这些 我问另一个人说我不知道 他不会懂得为自己选择 因为很多人帮他选择了 所以生活的方式 或者教养的价值观 在那里会调色度比 如果我这样去想 其实不是很关于背景的事 但有时又关于背景的原因 因为某些已经附属了环境之后 我又觉得想给最好的儿子 这样的配搭令到小朋友不懂得和自己准备 所以在成长过程中多些学习 如何钓鱼 不要常常喂鱼给他吃 反而那个能力就会提高 其实是靠家长的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 我们的成长有时都会说 我儿子很差 不知谁生的 我当然是你生的 如果是遗传的 就是遗传你的DNA 如果你是后天教养 即是父母教养 其实你没得选择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 我们想小朋友成功 我听过一句说话 我不记得哪里听过来 就是说 儿子要穷养 是吗 我还未知道 女儿要富养 我不太记得为什么 但无论 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小朋友成长 不要说男女 都要有一个拼搏的精神 有些叫大的价值观 或者勤力 或者不要放弃 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信心 你刚才所说的 是否没有钱开饭 工作要拼命做 你自然就变成专家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也不顶 但刚才所说的 那几个重要的价值观存在 成功的机率就高了 父母应该很大 其他人说 你家里也不是等钱开饭 你为什么这么拼搏 做电台多年 诸如处女 我想我爸爸 他那种教导的方式 由小学大 他都告诉我 我是要自食其力的 就算他养得起我也好 所以出来就是出来的 你不要再 你不回公司帮忙 是你的决定了 不过你自食其力 他由小学大都很灌输 这件事给我的 所以我觉得 我家里有没有钱 没关系的 我也是出来工作 我也是做很辛苦的 你们要给回报我 我想是因为这样 我从小到大灌输 这件事给我的 我做电台早前没有走过 但其实当初我不是进电台 我觉得我的性格 我是做其他行业 虽然我不适合买保险 我当我是买保险 我当我是做餐厅 我不像会离开那个行业的人 我是会做下去的 竟然闹业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首先我很难离开一个舒适 第二就是 我想我不会乱跳 几个月后就做餐厅 然后做汽车或吃 因为我家里会骂 我家里从小到大都对于 如果我没有恒心去做那件事 都会骂 像琴那样多年 我都不太喜欢 但我家里迫我去学 我想一定会告诉你 你半途而廢 我是怕家里骂我 我想这种性格慢慢变成 我做电台不是做了十几年 反正我做厨房 可能我也做了十几年 只不过我选择到电台 最后我想和John一起谈谈 现在他也是十字路口 即是 给麥克服、给稿 上台什么都没什么心跳的感觉 很多人在社会工作 例如我那时有些工作 不是新挑战的 其实是闭上眼睛也会做 其实怎样能令自己在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 有些心跳、紧张、探索 究竟有什么会发生 即是新鲜感 在心理学家或你们的范畴上 有没有提议给别人 但我是太贪心 其实我有想过一个问题 有些年轻人 可能在外面的位置 可能看到整个其他位置都很好 可能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分餐口 怨或是 但在后背看 你很好 你还怨什么 例如我的案例 我现在觉得我可以再有特殊的东西 但可能有些新入行的同事或未入行的人都觉得 你其实还可以 有脂肪有食 是否我们自己贪心 其实Eric 遗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就是中年危机 我想大家可能还未到 就过了 就过了 其实真的有这件事 原来发现很多男士 到四十多岁 就有一个关口要过 这个关口就是 质疑自己过的努力 质疑自己在这么多年来 做到某一个位置之后 会回头去看 会秤回以前的东西 我是否有些 就是看待一个改变 不是做得不好 可能做得很好 当然可以了 做到这个位置 再上去没有位置 我都不犯不着 我已经拿了教训分 我不犯不着 那十分再做些什么 在这个位置开始问问 问问的意思就是 到处去找 包括工作 感情 这些是危险关位 包括很多其他东西 或者有兴趣 很多时候做得比人更聪明 有一个问题要过 就是没有职业 就是一路做 突然发现自己停留后 发现我除了上班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势危 在这个时刻里 可能都要自己去做一个 其实我们坊间有很多 心灵鸡汤书也好 也有提及这个题目 如何去计划我 未来的未来 你可以慢慢放入不同的东西 可能以前我很努力 发现在一个友谊的发展 可能在灵性上 我应该可以接触新的东西 大家都正在做 好像临起 我试试新的东西 这是在自己里找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也不太赞成一个 切拨开始再开发 其实也不太赞成 因为其实是危险的 你已经有这么多年的累积 你斩断它之后 从头标过 标不回 这个选择就很大 虽然你说有些 有些失落感 就是说我以前也这样 我应该不做这一行 我真的做其他呢 我见过有些做导游 我说我不做 我做导游 他以前的经理已经扔掉 然后就去做导游 这次由零开始 做了时间之后 就会觉得好像有些失落 因为那个时间会过 那个阶段的感受会过 就变成另一种挑战 所以其实最好是什么呢 做着现在做的事 我们也要找食 也要生活 身边也有一帮人 已经发展了 再去探索一些新的 那时间慢慢 也要有一段时间 也需要不是用星期去计算 可能用月、用年去计算 这么长的 会慢慢重新建立一些新的东西 试试一些新的东西 但现有的东西就要继续 或者觉得有机会 可以再冲一冲 有些新的看事就能开发 感谢观看